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冰果 现在看到是龙眼嫁接 咱们先看一下小枝嫁接 小枝嫁接也要对准一边的行政层 然后大枝的话也是 大枝可能就方便一点 我们很容易对准 红白分离出 然后我们这个切的蒸木厚层也是比较厚的 所以我们一放进去就基本上都能紧贴得住了 但是小枝呢就是切得不够好 然后还是有一点点缝隙 目前吧 基本上都是接穿大概是我们两截这样 就是在接穿切下来 小枝的大枝的也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你要露白也要露一点 大家看到吗 两个手指的结尖 然后牙接穿上面露出来牙点 大概是两个两个牙点 也是两个手指这么长吧 大概 反正也也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 你要小枝的话成活力可能会偏低一点 那大枝成活力会偏高 明天我再去拍一下成活的情况给大家看吧 因为我最近发的视频都是假期的视频 到时候再发一点成活的 明天去那边拍一点 基本上包起来环药一层就可以了 其实大枝的话可能就是包扎的时候会厚一点 基本上也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枝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病狗 喜欢了吗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